新東路上這棟豪宅十五樓 今年十一月以一點六億元賣出 換算持有四年就賺了一千六百零九萬元 而這名屋主就是知名主持人 余美人 名人賣房獲利出廠又一樁 位在捷運中山商圈的豪宅 原大方園 余美人在二零一八年 預售推案時買進 當時總價約一點四億元 換算單價一百三十六萬 如今以每瓶一百五十二萬賣出 就算扣除房地合一稅 也能拿到八百多萬 他現在是一個高樓層的狀況 所以其實他當然在這個預售入所價位 是有相對之下比較低的情況 是可能看好說 這幾年的房市 可能也不宜把這個房產擺得太久 如果說他是以投資的角度 去做出發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說 那他現在不如就脫手的情況 過去余美人就曾以公司名義 出售內湖豪宅原大之星 獲利超過四千萬 房市嗅覺敏銳 不過今年北市一級豪宅 轉手獲利冠軍 由台北新意奪下 七樓戶屋主二零一二年 預售時花了一點三三億購入 今年三月二點七億脫手 十年來增值一點三億元 未來呢 如果說是法人購置住宅的話 是採用許可制的 這個部分呢 應該會衝擊整個豪宅市場的交易量 那所以今年呢 能夠以這種價值的一個價位做轉售的話呢 是相當領想的一個時機點 但有人出場 也有人趁勢入手 內湖地豪宅壁湖盤 近期頂樓出現新交易 買家是一名田姓自然人 去年才剛買進十四樓戶 兩戶總共砸了四點一億元 同棟住戶還有藝人 Ella 萬海成家 以及文華東方酒店的業主 林命群 這次買家以無貸款買下 口袋深不可測 神秘背景也令人好奇 三線 蘇雲花 李孟山 臺北報導